我这一次离开的时候 我在飞机上面见到了一个人 然后和他聊一会儿天 他说 It feels good to leave the Chinese bubble 他当然说这句话的时候 还没觉得又怎么样 什么中国泡沫他妈的 你洗澡呢泡沫 然后我过了几天我在想 中国泡沫 It really makes sense 现在我离开了中国 差不多现在第三天第四天 我真的觉得中国在一个很大的泡沫里面 他们有自己的现实 有自己的新闻 有自己的人民的机体思想 然后这些所有他们自己的这些属性 都和其他国家的人民 格格不入都不一样 大多数人所听到的那一些资讯 大多数人所有的 对那一些生活的态度 大多数人对政府 blah blah这一些看法 甚至大多数人 他们现在所持有的价值观 和外面国家的人 都完全不一样 当然我不是说所有人 我是说大多数人 当然有一些这些属性是好的 是又于其他国家了 肯定每个国家 每一个文化 他们都有自己的优势 还有劣势 但是当你离开了这个中国泡沫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中国泡沫里面的其他一些事情 是多么的荒唐 是多么的胡扯 是多么的魔幻 然后我觉得如果一个人 待在那个泡沫里面太久的话 也许会迷失自我 也许会迷失自我 或者是自己的价值观 就算你每一天对自己说 这些新闻 我不认可 我觉得是假的 或者是怎么怎么样 但是在这个collective mindset里面 你很难不去改变自己的想法 不去改变自己的鬼人 不去改变自己的价值观 有些时候到你出去之后 你才能意识到 我操我他妈的 经历了什么 这他妈之前是怎么一回事 我还喜欢上海 因为上海是我的故乡 我也不想看到它 变成这个样子 当然我觉得 这的确是一个转折点 不光是对我来说 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说 这也是一个转折点 而且如果不是的话 我希望这是 我希望这是 大多数人看清现实的 一个转折点 因为这不应该发生在 我们现在的世界和社会 这不应该发生在2022年 这不应该发生在21世纪 然后如果这个是未来 这个社会的运行方式 和走向的话 那么这会是一个 很可怕的一个未来 因为他们知道 他们不管怎么管控你 不管怎么玩弄你 你都会接受 你都会忍难